你好,今天我想去讲知识讲 很多人很崇拜有学历的人,尤其是博士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一些专家 他们讲的东西肯定是对的 虽然我是念经济学,拿了一个博士 但是我对经济学,我是觉得它是一个为的科学 什么是为科学?科学就是你能够重复的就是科学 在同一个环境之中能够重复的是科学 但是经济学肯定不是,为什么? 因为经济每一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你找不到绝对相同的环境 第二,上次经历过这一个经济环境 你学懂有这个反应 下一趟要同样事情出来的时候 人家会学怪的 不会再出现同一个反应 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形就是遇到相同的事情反应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就不是科学 它是一个为科学 经济学是服务政府的 在凯恩斯就是在打完第一次世界战战的时候 它需要重建的时候,它就需要physical policy 在第二次世界战战以后 大家要维护这个美元霸权的时候 我们就要货币政策 所以记者各学派就出来 我们怎么要用利率货币的供应去控制经济 是用传媒,用政府,用大学去推动的 所以我怎么说 虽然我是经济学博士 但是我对很多经济学的modeling 我是不赞同的 它是赞不着找的 很多有些财经演员 他是拿了一个经济学博士 在银行有一个位置 他讲的时候很多人会很注重他的说话 但是很多说话 他的预测都是没有兑现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经济学的modeling 基本上经不到考验 他的很多的assumption假设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个经济学的缺陷 有些人太入戏了 而以为真的是上帝一样 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奉劝大家 其实一般的常识是可以去估计经济的 不是那么你想象的 那么复杂 经济学就是把很多简单的东西把它复杂化 尤其是在 怎么说 在一个叫 在一个经济环境 但是他喜欢听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市场需求需要一些 也许有些人喜欢 本来他有这个想法 他想找一个人 应同他的想法 找一个权威的人士 跟他想法是一样的 所以就有这个市场 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 有100个人 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人 有这样想法 你就这些人就变成你的followers 就是这样 所以我应同有人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思考 用常识的去思考 不要盲目的去要崇拜一些经济学家说什么什么 你不要去 由于他的是什么学位什么的身份 要去想清楚背后的尝试 用尝试去思考就可以 今天场的知识帐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